欢迎来到语说体育 今天这届全面竞赛已经结束了 最终勒布朗·詹姆斯队战胜了凯恩多兰特队 施东库里全场投进了16个三分球 一局打破了以往包括常规赛 季后赛在内单场任何一个正式比赛的三分球命中数记录 砍下五十甲与勒布朗·詹姆斯一道的携手并且率领这支球队 战胜了凯恩多兰特队 不得不说这种壮举 这种实力的呈现让人感觉心悦臣服 因为毕竟库里就赛前判断 没有太多人真正看好他拿到全面竞赛没皮的 一方面是什么呢 这场比赛是在克里夫兰举行 勒布朗·詹姆斯我们也了解 他至于这座城市突出的意义 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 绝对的历史第一人 包括目前正在为骑士队效力的加兰 以及贾莱塔伦他们的锋芒 他们的光彩都绝对无法与勒布朗·詹姆斯相提并论 他们看到全面竞赛75大巨星的出场次序 勒布朗·詹姆斯作为前场球员 他是最后一个出场的 可见整个联盟对他段位的认定 基本上就是历史第二人 跟最后一个后卫出场的麦克尔乔丹 两人之间交相回应 这就是地位的呈现 有他在 库里真说想要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攒获该奖项 那肯定是挺困难 但是不得我讲勒布朗·詹姆斯 毕竟年纪多少点大了 37岁高零 在赛场之上全场奋战 进攻段这块难免因为体力流失 出现一些低级事物 所以追踪24头只有24分入仗 有点自定可比的意味 篮下这块有些近距离的放篮 都没有放进 所以詹姆斯手感不佳 这也是库里追踪 斩获该奖项的一个重要前提 再有一方面 就是我们看以往的历届全面竞赛 但凡拿全面竞赛美品 基本上都是以内线或者封线圈为主 你要说后卫线 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丰岳100人 有时候这帮人名义上是后卫 但基本上身高都在196-203之间 紧枪施定库里 这样一种裸足的真实身高 只有1米88左右的球员 尤其他身体这块看起来也不是说那么强壮 即便说现在已经完成了整重 但是基于弹跳 基于各方面的对抗 他也不是一个飞天顿地的猛男类型的后场球员 因为你基于以往历史 就这种风格 他是很难拿全面竞赛美品的 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因为毕竟全面竞赛 你就是三分球投的再准 三分球他的表演意味比较有限 你毕竟是打全面竞赛美品 甭管打地比赛当中 绝大部分他这个场次 前三节比赛都并不是那么认真的 尤其防守端 所以你要说善于突破 善于空切顺下 空切扣篮的话 考虑到对手内线的布防 不会说那么认真 因此经常能够打出 我真说篮下得分的话 能够杠个石头 起重石头把重左右 你这个效率多高 相比于你三分球演射 他就差点 三分球演射 你要是投对者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必须得主动加难度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表演意义 他就看起来不强 所以你要是一个特别擅长三分球的这种投手 比如说四中护理 历史之上最强的位射手 张若彤、勒布朗、詹姆兹 在情形选人阶段 他选择库里的理由一样 这是历史上最出色的射手 你要这种 那你要想拿MVP 想通过三分球大量堆积 大量得分的话 就得一次投的比一次难 你看没看到 库里在赛场怎么做的 为了让三分球看起来也极具观赏性 我这球踩着三分键投的 下一球我就卖出来一步 再下一球卖出来两步 如果说队友这会儿 看着我连续投动 还传给我的话 我不能像正式比赛那样 就是说 都是踩着三分键 溜着边头 这会儿你就得不断的往外扩 到后来库里都扩到中场线后边了 就得这么个头发 而这种头发 库里只是在logo往后这个部位 他才投丢了 之前那是连续名中 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 凭借自己三分球迅悍的火力 掀起了今天比赛当中的一大高潮 现场球迷也是为库里送上了这样一种高分贝的欢呼 其实开场那个时候库里一路场 当时很多人讲这是一种虚声 我感觉虚声占这么一小部分 更多还是一种欢呼声 两者之间是娇柔砸合的 因为克里夫兰当地球迷 因为这个事已经过去很久了 早年间启拥大战的 而且现在一回响 那都是精彩瞬间 并且2016赛季 骑士队毕竟也夺得了历史上唯一座总冠局 库里带给克城球迷 更多还是比赛纸上这样一种三非远色的风亡灭露 这样一种精彩的 互相之间交缠到最后一刻的那种争锋相对的精彩画面 所以库里在克城当地的人气还是相当高的 全民兴舞台纸上 他一大发神尾也是引起振振欢呼 所以库里拿全民兴舞台纸很难 就是得基于各种有力因素堆叠到一块 你在现场发挥的也得是特别暴肿才有可能得到 不得我说是历史性的拿下了这一奖项 单场命中16个三分球 也超过以往任何一场正式比赛当中三分球的命中数记录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历史第一神色 他带给我们的球场震撼 这是值得铭记第一天 所以说勒布朗·詹姆斯最后阶段完成的那一级角色也是叹为观止 在一定程度上踹越时空 形成了一定的互相致敬 他与迈克尔乔丹在03年那一次面对肖里马里昂的翻身晃跳头殊途同归 而且这次勒布朗·詹姆斯抛开年龄不谈 因为詹姆斯现在是37岁 相比于那会儿40开外的乔胆年龄上一定有志 但就具体投篮难度 甚至比乔胆那个害难 因为后来乔·恩比德仰看着已经过来协防了 那会儿已经比进詹姆斯眼前了 詹姆斯来一个高难度的金基独立后仰跳头 一锤定引该管定论 因为恩比德非常想赢全球形赛MP 当时他也是表现非常出色 最后一段看勒布朗·詹姆斯拉开架式翻身后仰 他了解有一种预感 这球可能说要劲 所以商区加紧了 俩人协防抛架 最终也没能够限制詹姆斯出手命中 所以詹姆斯这一球也属于是历史的经典时刻 也是相当精彩 勒布朗·詹姆斯在自己一个老东家的主场 奉献给无数球迷 也是一种极致的视听享受 在一定程度上 詹姆斯库里他俩携手并肩 在这么一块互相之间纠缠 熬战许多年的一块赛场 携手干掉了凯文多兰特选中的一支球队 最终也是可以称为球场一段假话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